接下来看跟俄罗斯相关的消息 这次是民生经济淡价狂飙 这两年来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因此遭到西方的经济制裁 它的通膨非常高 一年里面淡价涨了60% 出现了各种挖苦缺淡的影片 不过对于一个月 只有台币4600元的俄罗斯退休族来说 淡价这么高 日子非常难过 为了稳定内需 总统普钦这次新年谈话里面 第一次向民众为淡价失控道歉 而且采取的做法是 免除鸡蛋关税半年 赶快从土耳其等各国增加进口 3月要举行总统大选 这个执政24年的普钦 毫无疑义的 他会以无党籍的身份 他已经选择参选了 产出了所有的竞争一己 几乎笃定会连任再做6年 俄乌战争即将届满两年 西方经济制裁的效力 开始渗入俄罗斯老百姓的生活当中 近日鸡蛋价格不断飙升 光是去年12月就涨了18% 网友拍各式影片挖苦现状 像是鸡蛋成了丈夫 宠妻大理 泰佐收到好开心 还有许多网友成了鸡奴 为珍贵的蛋鸡提供美容服务 不过缺蛋问题 对每月只有150美元退休金 和台币4600元的涨者来说 很难一笑置之 俄罗斯年通膨率为7.4% 光是蛋价一年就涨了60% 超市外大牌长龙都是要买限量鸡蛋 总统普清在新年谈话中 坦诚蛋价失控 公开向民众道歉 俄国政府宣布免除鸡蛋关税6个月 从土耳其 亚塞拜然和白俄罗斯增加进口 普清还公开向白俄罗斯总统 卢卡申科讨蛋 俄罗斯的经济没有因为战争而转冷 国内需求强劲 薪水不断调涨 推升了物价 普清吹嘘俄罗斯的经济抵抗力强 却对背后的成因引而不谈 俄罗斯因为严重缺工才导致薪水调涨 经济专家认为 普清动员大量年轻人到前线打仗 是导致缺工和通膨的主因 俄罗斯3月即将举行总统大选 执政24年的普清再次以无党籍身份参选 他缴交超过30万份联署书后 周一选举委员会宣布他登记为候选人 普清已经铲除了所有反对党对手 几乎笃定连任再做六年 西方经济制裁不但对俄罗斯效果有限 延迟对乌克兰的援助还成为俄军的助力 俄军已经试破了乌克兰炮弹短缺问题 近期加强攻击 节节禁逼防线 乌军表示他们最害怕的不是俄军的飞弹和无人机 而是致命的坦克车攻击 CN记者在东部前线采访时 坐车遭俄军无人机锁定 成为炮弹瞄准的目标 美国的原污预算在国会卡关 一直扬言要退出北约的前总统川普 再次入主白宫的可能性升高 北约警觉不能再倚靠美国 北约评估俄罗斯可能在俄乌战争结束五年内 再度侵略北约国家 上周北约举行自冷战以来最大规模军演 共出动了九万军力 要测试成员国的应对实力 北约表示将在未来几年 加强东部防线的实力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